第二條 依參與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捐助章程第五條規定 臺北市政府機關代表 其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是為大安董事 另外依照臺北市文治審議會 設置要點第二點規定 委員由公務局都市發展局 及余政局局長代表接任 原文化資產審議會部分委員 參與財團法人臺北市政府跟新推動中心總事 余余余余余余余局長 因此有關委員一委必須規定 因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余余余法法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好 我想根據這個文化部的養分的解釋 我們本案直接相關的大概就是都八請就 所以我們本案就請都八請的局長 以此代表為例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進行這個 臺北局這邊要來進行發言 來 請 各位委員 大家好 那臺北局正面進行發言 首先 感謝各位委員組 目前沒有討論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我們在編號A1 編號A2 跟編號A4 目前它政府坐落在等部 使用分區是在交往的立場 那依照日前 臺北市政府指定的100公尺 封號在一個規劃構想裡面 希望就是說 如果唐末該三比歷史建物納入歷史建物的話 希望委員可以斟酌參考是說 可以依照109年1月14號 雙案小組會剛剛記錄裡面 部分我們所提的一件 就是建物保存範圍不包括整建部分 那這是第一次 那第二點是針對編號A3的部分 目前的一個建物的部分 就是在編號A421跟編號A421 暫立武器的部分 因為該處是系委本局 專案工程術使用的辦公室 那其實外觀購造部分 其實都已經有增加過改建跟修建的部分 那外牆的部分也是以鐵域專購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可以納入歷史建物 暫立武器的部分 那第三個是有關於B1的部分 就是編號B1的部分 那因為其實在健康過程中 其實各位委員的一些 他部分表示是說 因為他有虧損較大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部分希望 能夠讓人增加一個 魔化資產的部分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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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關於編號B1的部分 亭官中心有要發言 好來請 中心那是臺鐵的合作合的對象 那也是世國推動者 那也是分支跟不跟對手 那有關於地主有關的 編號B1的部分 各位沒有他的意見本就來點寫意見單 在各位的所上的意見單應該是有五份 針對A1 A2 A3 A4 這四個是單獨的 另外一個B1的部分有兩個也是要說明一下 B1 有關於B1的那一棟 因為當時委員是沒有談談共識 所以說我們希望就是 就是以那個古蹟利劍往後跟兩邊 其他四個都是因為已經有共識了 所以B1的部分有兩張 綠色的是古蹟 白色的是利劍 這個有兩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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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那個 像Keystone 它有專門的名詞 我發現 就是 拱領詞 拱領詞 它是有特殊的拱領詞 專詞 好 好 另外這個 原拱 最準的原拱 這個拱不是那個拱子拱的拱子 因為這個 只有走狗的拱子拱的拱子 好 這個內容會大約定的聲音 再拱一下 這沒關鍵 我們要順便吃下去 可以詳細一點 我們議員有在操 天下只有 bacter 8、5、5、11、3兩、13、13、14、5、11、14、15、19 journalist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主席A1的部分 A1就是中校西路2段9号 出席为14位 都同意 所以达到过半以上 同意登入大同区 中校西路2段9号 为历史见准 A2的部分 出席为14位 也都同意达到过半以上 同意登入大同区 中校西路2段13号 为历史见准 第三个是A3的部分 A3的话是一样 14位出席委员 都同意达到过半数以上 同意登入大同区 郑州街26项7号 为历史见准 第四个是A4 西陵北路1项2号 第四个是A4 这一根 14位出席委员 有12位同意 两位不同意 所以达到过半数以上 同意登入大同区 对西陵北路1项2号 为历史见准 接下来是B1 B1有两份 B1就是西陵北路1项1 3号 B1 针对制定5G的部分 出席为14位 1位同意 13位不同意 为达出席委员过半数 所以不同意 指定大同区 西陵北路1项1 3号 为市定直辖市定普及 就是不同意 那接着是有关这个历见的部分 出席委员14位 6位同意 8位不同意 可以为达出席为过半数 因此不同意 登入大同区西陵北路1项1号3号为B1 以上是这个案子的一个决议 那谢谢 接下来我们还有三个重要的案子要讨论 那因为这三个案子 我们设计到跟市政府有直接的关系 是 因为要进行下一个案子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案子 我已经感觉通过 大部分都通过了 所以根据我们刚刚大家的意见 还有我们登陆的意见 所以我会建议同时注意这个区域 已经埋藏在地下更早阶段 清代开机器局和日志炮兵工厂时期 或者是铁道部早阶段的结构跟文化 我们现在看到都是铁道部晚阶段的房舍 这个地面的建筑 这是我建议注意的 然后第二个是也请在修复或者是其他的向下行为 譬如说要深挖水沟或者抬水沟的时候 向下建筑行为的时候 建议考虑埋藏性的文化资产 而且以考古学的方式来处理 当时盖机器局的建筑师或者是盖的人 叫做毕蒂兰 他的房子的地板是还在的 就是历史铺面的地板都还在 而且埋在地下是一公尺多 很深的 这个地方在日志的初期以来 就一直是以填高的方式在处理 所以埋在地下的建筑物大致保存 基础是良好的 所以这个区域既然我们的登陆理由里面 有特别谈到这个历经机器局 炮兵工厂以及铁道部的时期 建政台北现代化的过程的话 那么就应该要注意 比较早的阶段已经埋在地下的这些结构 那历年来的考古的结果 印证地下结构基本保存良好 所以我会有这两个建议以上 好 谢谢刘伟源 好 刚才刘伟源的生意 这部机会 好 刚才还有西岡的第一个案 那个周围有提到那个登陆理 要再做一些修正 要继的修正 那接下来有三个案子 包括台北放送局 跟中山企 那个都跟市府直接相关 那政治大学的画篮青春 好像也有依害我们的辅定 所以這三個案子我跟蔡廷長也有預期要回避 我們就來拜託接委員來擔任主席來繼續審議 謝謝大家 本來依據文資法第17島 古紀決定金證券等查版法案 派理情形本案於108月15日 分成一份決議同意指定台北放送局為自殺施令古紀 據於自殺施令古紀臺灣廣播與臺放送品整理委同意古紀 經查留自殺施令古紀臺灣廣播電台廣播送品 由8月7年3月25日公告變成古紀錄文端 成小道1939第一號 回該比第一號於106年12月30日辦理避及分科 臺灣廣播電台放送品現作物土地為中正區 公園分成小道139第三地號 這是等案的地籍及康造圖的 禮拜一立體同意台北放送局作物土地為中正區 公園分成小道139第三部分地號等兩筆土地 雲公告事項從108年11月15日跟審議和決議內容 等案提起跟審議 畢議審議決議辦理後許 教授了 教授了 在統計中時,我們就去下崗,再跟申請教導 隨便會有歷史建築就篩起來,就不及在歷史計劃審查案 本來歷史有周三橋是93年1月5號公告 公告的時候有一個前提,就是說拯救橋要以原構建、重執立金、重建防守防守 歷史建築中華橋後續保存規劃 那話題這邊,蘇偉波、台灣建委協會來辦理他的修復債務機構 那執行期間,執行期間本體標籍民資委員 包括李委員、蔡委員、蔡委員、蔡委員、林委員、張委員 相關的結果,橋上專家結成,蘇委員跟周委員 分別在108年1月2號召開起初成立會議 223號召開起初報告復審會議 8月6號召開起初報告復審查會議 那今年1月13號召開完期末報告的審查會議 那期末報告的審查結論就是 修正後通過續提送本府審議會來進行審查 那第三,為了充分收集蘇智委員對本案理項觀念 那本局也分別在去年的9月24號、11月29號 去今年的2月18號召開這一屆蘇智委員的 多數文資委員已經出席諮詢會議並提供足多的建議 第四,本局也分別針對這個案子 在去年的6月28號、7月1號 還有年底的127號召開了對外說明會 還有一場,另外還有一場是專家案件做談會 也就是說最後一場是專家案件做談會 也就是說最後一場會有兩場,專家案件會有的場下 那定同檢戶,本來修復栽用計畫報告書 就請各位委員參與的桌上會的資料 那這個是主要是文資委員諮詢會 就是三次諮詢會跟兩場對外的說明會 加上一場專家案件做談會的辦理型型的照片 那以上就提前審查 因為那個委託的台灣金融學會這邊 他有做一個簡報 那我們就請他用15分鐘裡面的時間來做一個訪問 是 Sao 好,那請請選擇錯 選擇做 謙請選擇 不好意思,先請台灣這套學位 就是說這個風水災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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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st 是方便了 建築學會報告 好 這個是歷史建築公館橋的基本資料 就是在那裡 新建 你請建築師講好嗎 OK 徐建築師發辦報告 主席 所有人 你看這個探索的大事上的過程 這個當初歷史建築的登陸旅遊 登陸旅遊的後面 敘座橋比原構建 同時基地重建方式高 當年長山 那麼文化資產的基本意義 就是代表一個指數 新建這個名子橋 重點就是要日本人要在台北建立一個神聖的神聖手線 在現在文化範圍會見到台灣神聖 那麼下來就是文治橋 再接下來就是東南的路 那麼東日本的路程要遲遲到 那麼這條日本人所稱的神聖手線的概念 就是文治橋 比如說現在的東南橋 當年是神聖手線的一部份 也就是它是一個單純的一個交通 變造一個橋的意義 那麼其後日本人馬信徑 就一直加下來 其實附近的場域也設定為神域 就是現在的動物園跟後來的文物園 以及像這個地方 建立成這個橋 這個是補救場 和動物園 那麼這個地方 這兩個橫色區塊的神聖手線 所以這條這個也有炒了一個 周邊也在附近做神聖手線 那美軍眾船來以後 就是進行 就是開始 在那邊叫做清聖手線 那麼就是 後來打完神聖手 就被神聖手線 所以他回來為神聖手線 那所以他 基本上他就叫律師的大勢力 他有第一代有明治橋的介橋 後來1930年代就把這個 開始改為 剛股剛已經混屬的橋 那麼後來才2020年 他就以這個血栽的關係 對於解橋的開 那麼 那麼幕典廣分狀況 那不是解體 或是虛線就是當前科的解體 把那個所有的橋面 共產 或者是橋面 橋劇要多的解體 那 那麼現在 暫存於 暫存於有時間的原則 總共430 那麼 這個擺盤的地方 所有的減算 每一個筷筆的大小 大概加到一座後規律那麼大 那 重量 最重的位置大概 差不多 七八十左右 那保存狀況 現有的我們去檢測 他的RC結構 我們說 鋼筋鋼筆的兩面的保護球 開始拖離 然後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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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筋 跟裡面的鋼筋 鋼筋 和鋼筋 鋼筋 來 下一個 我們的 我們的 有些 其中的 激烈成敗 來 來 那麼 有通過現象 鋼筋鋼筋 然後鋼筋鋼筋 來 那麼 所以在這個 這個時候實在 我們去檢測的時候 拍照片 那麼 結論就是 目前的狀況很不好 材料 我們在這個案子裡面 舉辦了兩場的 居民公園會 以及市場的 居民公園會 以及市場的 以及市場的 所以分別舉辦 市場的居民公園會 所以市場的居民公園會 所以市場的居民公園會 來 那麼 我們舉出 一個 從組回去的原則 就是 這個橋體 從組回去的話 那麼 讓我去櫻民公園會 一種 感谢观看